他說有個等差數列 第二項是4 好不要講話了 末項是28公差是6 然後呢他已經告訴你 假設這個首項是A 項數是N 請問你A加N多少 好 我跟你講一下這種題目怎麼做 其實方法跟上面的方法 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他不是說第二項是4嗎 你寫上去就是A2等於4 然後末項是28 問題來了 末項是第幾項 就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我寫什麼 AN然後等於28 然後公差是6 然後寫下去 D等於6 然後我就利用前面這兩個事實 去找出我要的A跟N 這樣會不會 那其實方法很簡單 我換一下全部講完了 來吧 看第一個來 A2等於什麼 A2 A2是用公式帶 A2是等於A1加一個D 我這邊不寫A1 因為我假設的手上就是A 所以我就寫A加D 等於4 等於4 然後AN呢 AN等於什麼 是不是等於A1加上 N解一個D 對不對 然後等於28 對吧 可以了 好 來開始看這邊 題目公共有D46嗎 哇 超爽的 D46帶進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答案 答案變成了A加6等於4 所以A多少 A就負二 既然A負二這裡的A呢 就代以負二 這裡的D呢 就代以6 好 A代以負二加上N-1 然後D呢代以6 好 題目說的 然後等於28 來把它解 N 先把負二移過來 變多少 N-1乘以6等於30 然後呢 我跟你說喔 我不建議把它繩進去 能約分先約分嘛 對不對 約分的好處是什麼 數字可以怎樣 變小 感覺不會說那麼的複雜 好 約分1 約分5 1跟5 所以N-1就等於5 所以N多少 N就是6 好 答案出完了 來 N就是6 A1呢 A就是負二 所以負二加6是多少 4 所以答案選的是B 所以從這兩天可以提到一個結論 如果題目要求什麼東西啊 題目要求什麼 D啊 A1啊 跟N的時候啊 怎麼辦比較好 代公司對不對 然後代公司去做計算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會嗎 好 題型二講完喔 這題型二